今年5月,英国哈里王子和梅根的童话式婚礼举国欢腾 可是不到半年,英国王室又有另一单的喜事 婚礼的主角就是英女王的孙女尤金妮公主 同时她也是英国王位的第九顺位继承人 不过在同一个婚礼的场地,同是英女王的孙儿 这一次尤金妮公主的婚礼却受到了冷带 甚至还引起了民怨,有4万人联署 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场婚礼买单 甚至就连英国广播公司还有英国天空电视台 都因为担心收拾不佳而拒绝直播婚礼 为了如何呢,尤金妮公主她已经在昨天步入了人生另一个阶段 英女王孙女尤金妮公主昨天头戴皇冠,身穿白纱 挽着父亲安德鲁王子的手臂 缓缓地步入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 在庄严的气氛下,尤金妮公主与相恋七年的九双布鲁斯班 完成了宣誓与试 正式结尾夫妻 现场也迎来了将近八百名宾客 英女王,菲律普亲王,威廉王子夫妇 哈利王子夫妇也都盛装出席 当一对新人步出教堂时 夏洛特公主和乔治王子担任花童 紧随新人事后相当可爱 婚礼仪式完成之后,尤金妮公主和丈夫坐上马车巡游 沿路接受民众的祝福 有的民众也穿上印有英国国企的装扮 等待与王室成人近距离接触 也有民众急性地在路边唱起歌来 然而,在这场豪华婚礼的背后 却引起英国民众的不满 其中一个提倡废除君主利刑制的组织 就抨击英国往事 应该自行承担婚礼的费用 而不是花纳税人的钱 我认为它是非常失败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皇宾 我会抵抗她的正确 花钱 如果她想要 如果她想要一个厉害 如果她想要她的婚礼 但只要她会付给她的婚礼